苹果iPhone 8新机消息不断 传出将导入3D手势 还有脸部辨识 尤其可能与AR、VR功能进行连结 衍生的相关应用 让苹果迷是大为振奋 当然专家与分析师也持保留态度 毕竟新机还没上市 任何的消息都只能当作参考 手势下拉 唤醒萤幕 上头出现投影画面 划开后悬浮解锁 iPhone 8今年就要推出 早在两年前 iPhone 6的概念影片中 预告的3D悬浮手势 终于可能正式导入 外电报道 苹果将在iPhone 8 加装红外线感测器 手机可以隔空侦测手势 让消费者使用简易的虚拟实镜 和扩增实镜功能 而这项专利 其实早在2013年 就有消息曝光 目前看起来 我是觉得3D这种路 例如悬浮操控这种 应用进去AR、VR的可能性 如果iPhone来讲 我倒觉得股并那么高 我还是比较会被倾向 其他例如像Apple TV 那些应用会比较优先才对 有投资机构分析师指出 脸部与手势辨识 可能是iPhone 8主打的卖点之一 也能与指纹辨识系统 踏取ID并用 Fest Company报道 3D光学感测是由苹果与光学科技厂 Lumantum共同开发 可能用于身份辨识 强化照相功能 或应用在扩增实镜 那这个功能其实操作出来 的确是比较方便 但是呢 这不是新的功能 实际的业绩贡献 基本上我不认为会这么的明显 分析师持保留态度 并进苹果iPhone 8 新机一天一消息 苹果供应链中 最重要的组装厂红海 今天上涨0.90% 相关题材持续延烧 非评订单也有好消息 中国摩拜单车 靠手机扫描解锁使用 就好像台湾的U-bike 但每辆单车具备GPS定位 在交通大打劫的中国日益风行 中国近期出现各式创客 新应用 上海摩拜单车 智慧学习笔 多功能连接线 影音娱乐产品 让制造商获得极丹益助 鸿海富士康深圳龙滑场 加班赶工 一连三天 启动内部推荐真材作业 大量征求年龄18岁到40岁的 新人加入 而其他非评应用供应链 包括大力光 连发科也都跟着受惠 新台湾史文童综合报道